大家好,欢迎收听网行编辑部的节目 今节就想跟大家讲一讲一项新的概念 而这种军事概念最近就有美国的媒体很详细地讲解 藉着这一节就想跟大家除了讲解一下之外 另外也希望可以讨论一下 在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和分享 最重要就是订阅我们三个的频道 妄想编辑部、精箱部和晒冷气 就是对我们追待的支持 最近有美国的电视媒体特别讲到一种新的作战概念 并且宣称是由美国的特种部队所开发出来的 并且成功教晓了乌克兰军如何使用这种方式 而且也可以看到有不错的进展 这种方法是可以令到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陷入一个困境 透过美军的指导下 乌克兰是这场军事冲突透过以小薄大成功抵抗俄罗斯 而这种方式目前美国正正将这种新的概念推移广之 而这种作战方式就叫做Resistant Operating Concept 中文译名有些就译作抵抗运动概念 有些就译作抵抗作战概念 这一个新的概念据说就是很多年前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战争 也就是大约在2013年的时候所制定的 不过这种方式是要去到2014年俄罗斯 吞併克里米亚半岛的时候才真正落实去发挥的 这种方式就令到一些小国家有效抵抗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 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指导方针 原因当年俄罗斯几乎可以说得上兵不血印就吞併了克里米亚半岛 从那时候开始美国就加强了如何制定这种防御的计划 而这个计划不单止只是包括军队 也都包括平民在内 而去到今年2月普京发动这场战争 就真真正正将这种新的抵抗概念 在一个真实的战场来试验 不单止是这样 这种学说也都传授了给台湾地区的军方 对讲这种方式能够提供了一种非常创新 而且是一种非常规的方法 不单止是教晓了指导了湾南军队 并且令到整个国家包括平民都可以参与在这场的协同抵抗里面 根据美国的退役宗将Mark Swant 他就这么说 就湾南政府全面防御来看 这一切都已经准备走水 当时这位退役宗将 他正就任欧洲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指挥官 也有参与过制定这种新的概念 目的就是要利用每一种可以动用的资源 而且要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来扰乱俄军的推进 变对罪俄军 无论在火力上 人手上 都远远低过俄罗斯的 正因为这样 俄罗斯军队 他们自己就认为 在几个星期 甚至几天之内 就可以横数全乌克兰 不过 据刚才我所提及的退役宗将 他就这么说的 这种方法是可以扭转第一世界强国的一种方式 更加令人难以自信的是 虽然当中抵抗的期间是有生命的牺牲 但是反抗的意志和决心都能够可以保持住 并且他也提及到 你不能够按照常规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 你一定要用一些特种作战部队的方法 而这些方法是需要情报、资源、后勤等等的支援 才能够有效地做出抵抗的 较早前有报道有关于克里米亚 就发生了一系列的爆炸 而这一系列的爆炸 美国的媒体也有这么说 那次一系列的爆炸是 是乌克兰是 襲击俄罗斯基地弹药库的幕后黑手 而且 襲击的地点正正在敌人的后方 远远超出了美国或其他国家 向乌克兰发送武器的射程 而在一些爆炸视频里面 几乎没有显示 襲击是透过导弹或者无人机的 不过俄罗斯方面 就归咎那一系列的爆炸 是一些人为创而导致的 在四月初的时候 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查理将军 就在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 就这么说 过去十八个月 美国帮乌克兰训练了 并且替他们配备了特种部队的一个抵抗年 而且那次训练都非常成功 接着就说到乌克兰抵抗的过程 在冲突初期 乌克兰政府弄了个网站 解释了一些不同的抵抗方式 而这个网站是详细描述了 如何利用一些非暴力的行动方式 例如包括抵制一些公共活动 例如罢工 甚至乎教大家 如何利用一些讽刺的视频 或者一些幽默 目标就是要破坏一些亲俄的人士 事实上乌克兰也有不少政客是亲俄的 同时也提醒民众 乌克兰哪个才是真正的主权国 而这种抵抗的概念 也建议采取暴力的行动 包括利用汽油弹 故意中火 甚至乎将一些化学物质放入油箱里面 破坏敌方的车辆 说到这一点 可能大家都有想起过 当俄罗斯进军乌克兰的时候 是遇到一些很特殊的情况 例如是一些农民 拿他们的拖拉机 拖走他们的坦克 又或者一些农民 拆走一些军车的零部件 甚至乎轮胎 搞到俄军行军的时候 一身矮 这种抵抗的概念 也有详细地 在这个网站里面 写下了 而在2022年的2月19日 也就是 发生战争的前几天 发生战争的就是2月24日 当时就有平民在乌克兰的基库 参加了由基督教防御部队 举办的军事训练课程 除此之外 这种抵抗概念 也呼吁要开展一个广泛的信息宣传活动 并且要在舆论上 采取一个主导 目的就是防止俄军在信息战上 占领到上方 同时也都要能够保持民众的团结 乌克兰襲击俄罗斯的坦克视频 通常你可以看到 背后也都配备了一些音乐 可以有时是一些重金属的音乐 有时是一些很卡通的音乐 但他们是刻意这样做的 这些视频 在社交媒体上就变得很容易散播出去 不单止是这样的 他们也鼓励乌克兰的士兵 去捉一些猫猫狗狗 救一些猫猫狗狗 好像很有爱心地拖鸟 那些猫猫狗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我之前也见过不少 从而也都令到 在社交媒体对这些视频 会获得这种广泛的传播 无论这些视频是刻意也好 无意也好 也都变成整个抵抗作战概念的一部分 从而令到挖兰能够 在西方媒体的头条里面 经常占有有利的位置 不过我们看到的就是 俄军就没办法做到这一点 除此之外 挖兰总统扎连斯基 在这件事情上也都非常积极 而且都非常成功 他几乎每天都在网上 不同的平台上出现 每晚都有做广播 有时甚至做直播 这种表现 在俄罗斯总统普京 就永远都见不到 这种持续的信息轰炸 是令到他获得大量海外的支持 并且也成功地增加到西方各国的政府 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和弹药 而总体来说 这种概念 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 并且提高了一个国家的防怨能力 而这种抵御外部压力的能力 亦都可以成为战争之后 重建国家的一种力量 在战争时期 可以成为抵抗侵略者的力量 战争之后 亦都可以成为重建国家的力量 还有一点 这种新型的概念 就不是每个国家都合用的 要根据每个国家的人口 能力 地形等等 来度身订造 并且这种概念 就不是只是支持叛乱目的 就是建立一支政府认可的部队 以恢复主权为目标 并且开展针对外国占领者的活动 起初只有爱沙尼 立陶宇、波兰等等国家 对这种新的学说非常感兴趣 但自从在2014年俄罗斯 兵不脱印地佔领了克里米亚之后 震惊了乌克兰和西方各国 而这种学说 亦都正正从那时候开始 在欧洲地区获得广泛的关注 在2020年的6月 拉脱维亚的国民警卫队的士兵 亦都曾经对这种新型的概念 做过一次的演习 而根据欧洲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发言人 Niko Krishman 他就这么说 自这种新型的作战概念出现之后 目前为止已经至少有15个国家 以某种形式学习过 而去年11月中的时候 拜登政府也就俄罗斯可能入侵 乌克兰这件事发出了第一次公开警告 而当时匈牙利也举办过一场有关这种新型作战概念的会议 而在那一次的会议 当中包括乌克兰的特种作战部队指挥官和附近十几个国家 都有出席过那一次的会议 客观来说 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这种新型作战概念 就获得更多国家的认同 除此之外 引述一位美国官员所透露的 特别在这些波罗的海的国家 目前在他们的会议中也积极讨论 怎样将这种新型作战概念在台湾里面实现 我说到这里 事实上我有点担心 台湾就不同其他地区 不同你欧洲 欧洲每个国家有边界有接让 大家很近 但是台湾是一个独立四面环海 一个岛来的 所以对此我是有点怀疑的 说回欧洲 首先去到今年五月 也即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三个月后 立陶宛议会也通过一项新的公民抵抗战略 而这个战略比一些传统抵抗占领军的方式 所涵盖的范畴就变得广泛很多 而立陶宛的国防部发言人本迪卡斯就这么说 抵抗也都包括培养保卫国家的意志 提高公民的军事和非军事的知识 以及更多更多的范畴成为国防的一个部分 另外他也解释 这种抵抗的理论 他们是刻意地公开的 志在就是对入侵者的一种威胁 并且针对俄罗斯那种混合战的 而不是传统的军事或者核威胁 但是每个国家的组织和一些细节 都是被严格保密的 而爱沙尼夏是一个人口只有130万的国家 正正就和俄罗斯西北部接让 而且公民抵抗也都成为国防计划的一部分 而根据爱沙尼亚国防联盟发言人也都这么说 每个爱沙尼亚人都没有其他选择 如果有人攻击你 如果俄罗斯攻击你 要是你就死 要是你就为独立而战 除此之外 而爱沙尼亚近期也更新了他们的国防计划 并且将常备军队和一般市民 和一些志愿部队整合起来 自从俄罗斯入侵开始 这个计划的申请人数就激增 另外他也指出 乌克兰在赢得宣传战的方面表现非常出色 利用多个媒体的平台 不单只做视频、发帖、直播 也都成为一位国际知名的总统 关于乌克兰军队的战斗情况的讯息 也都是圆圆不绝地提供的 虽然他们乌克兰的损失就少了 这样 而他也都认为 如果爱沙尼亚面临这种入侵 我们一定会比乌克兰做得更好 因为我们有更小型装备更精良 和更加训练有数的部队 对入侵者来说 所有的军队 所有的后勤部队 都将会不断受到攻击 说到这里 我自己真的觉得 这种所谓的新型作战概念 其实就和当年共产党打游击 没什么分别 当年共产党面对着 拥有德式装备的国军 当然就不能够硬碰 对吧 而共产党的游击战当中 則得必强调 信息战 舆论战 当年共产党也是 大量的宣传海报 大量的宣传教育 是直接把这种信息 去告诉当时的农民 当然了 现在去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也都透过社交媒体 来打这场信息战 除此之外 号召群众抵抗 当年共产党也是这样做过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 与其说它 是一种新型作战概念 倒不如说它 共产党游击战的2.0版 是不是 正因为这种新的概念 最近就在美国媒体 报道了出来 而俄罗斯也都有对此 有回应的 根据例子俄罗斯的观点报 就发表过一篇文章 就说 美国将可能向乌克兰 派遣总司令为提的一篇报道 并且它也都说到 白宫正正地使徒 将他们在乌克兰的活动 将它制度化和合法化 目的就是美国希望 将这场冲突 一直拖延下去 并且继续追求他们的既定目标 而这个目标 并不是为了乌克兰的胜利 而是削弱俄罗斯的战略 事实上 乌克兰是注定扮演 伊克勒或者阿富汗的角色 俄罗斯 不得不以更加强硬的方式 对此作出回应 另外 根据俄罗斯的高官 也有这么说过 这种做法 也就是意味着五角大楼 里面 就有一个特别的指挥部 当中是透过协调补给作战情报 等等支持 以协助瓦囊军队的行动 而随着美军积极参与这场战争 俄罗斯的冲突 恐怕无可避免地 已经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虽然目前我们见不到 有美国的军事人员 直接捲入这个冲突 但事实上 我们见到五角大楼 是在背后承担着协调和指挥整个作战行动 如果五角大楼直接介入 也就是意味着美军正式参与这场冲突 他说到这样 会不会美俄真的到最后要来一场大战呢? 我相信 美国这一点 始终这场战争都未烧到美国本土 我相信 美国怎样都不会亲自参与这场战争 但是 就成功利用了乌克兰这场冲突 去试验他们这种新的作战概念 老实说 概念就真的不多 真的跟共产党当年打游击差不多 只不过 新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新的科技 当年共产党打游击 哪有反坦克导弹 哪有社交媒体 有Facebook 有推特给你用 全部都是靠宣传战 当年共产党怎么打宣传战呢? 就是不停地散发传单 甚至乎落到一些农场 不必让到斗口斗面地跟人们说 尊传战在现在这个时代 真的容易打了很多 还有 当年共产党 只有当年的苏联支持 获得的资源支援 为什么 都不像是有挖蓝 看來這場衝突是無可避免地會繼續延長下去 而且會延長到什麼時候呢? 我相信如果以目前的進程來說 據有些報導就是某些地方也成功被烏克蘭收復 在這樣的情況下俄軍在武器上很可能就要再進一步升級 洲際導彈等等的武器可能會用得更加頻繁 如果是這樣的話看來死傷的只會更多更多 無論怎樣也好這些殺人的方式對人類來說只是有壞無好 我只是希望這場戰爭盡快完結盡量減少傷亡 不過我這種希望實現的機會是很渺茫的了 有時人類就是這樣自相殘殺 你打我我打你搞盡腦汁想些新計劃 怎樣殺人人這種動物有時都挺可怕的 那好吧今節我就說到這為止 下節回來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話題 下節回來